不会说特别幸福 不会说特别不幸福 就我的外表看起来会比较 跟大众有一点不一样 一部分人就觉得不能接受 你们知道世界幸福报告吗 世界幸福报告是在2012年联合发出的 据说这项排名还是根据 个人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估 里面还包括了国内总生产值 社会支持度 健康期寿命 自由度 慷慨程度 以及贪腐程度等因素来衡量的 在这份2024年的最新报告里面 传联第一的还是在于芬兰 以7.7分拿下 接下来的就是丹麦冰岛和瑞典 而我国马来西亚则是排行第59 紧接在后的则是中国 对于这项有趣的研究 不知道我们的同事又怎么看呢 你觉得你看马来西亚幸福吗 我觉得幸福啊 个人觉得则是还好啦 不会说特别幸福 不会说特别不幸福 幸福啊 好像有点不够啦 我觉得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天灾啊 好像其他国家这样 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幸福啊 因为我很喜欢马来西亚的美食 打七分 五到六分吧 八分吧 七分 七分吧 给六分 不会很像外国这样子有特别大的天灾 比如这样子有国产爆发啊 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地方啦 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美食 马来人的啊华人的啊 印度产 这里的生活节奏我很喜欢就是慢吞吞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相当幸福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可能性哦 会很限制你懂吗 你去好像澳大利亚的还是什么啊 你去他们的可能性哦 很多的你懂吗 刚才我说的咯 就中间一点吧 在马来西亚给我这样子的人啦 因为我的外表看起来会比较跟大众有一点不一样啦 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一部分的人就觉得不能接受啦 我觉得过水出去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尴尬 马来西亚的那个钱也不是很强 所以就这样啦 但是 overall来讲是还好的啦 只是要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啦 各有各的说法啦 不过幸不幸福也是因人而异 主要是看大家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吧 留守堂堂news给你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 记得点个赞按个分享 还有关注我们堂堂网